总统二字给人的感觉很有距离感,身份也是高高在上的,不过今天的主人公,也就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,一个呆蒙和矮还有能力的统治者。巴沙尔阿萨德是家中次子,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,长的库四父亲,1982年高中毕业后,巴沙尔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学习,并在上大学期间取得了军级。 巴沙尔阿萨德,给人的感觉很接地气,不摆架了。 巴沙尔阿萨德,他在伦敦的眼科老师埃德蒙舒伦伯格回忆阿萨德说,他安静,从不装枪做事,他在病床边对病人的态度无可挑剔。 巴沙尔阿萨德还没有担任政府LA的时候,就开始带领打击贪污腐败的运动,从而也为他扫清了可能构成威胁的政敌。 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,叙利亚议会立即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线,从40岁调低到34岁,从而使得巴沙尔顺利当选。 34岁的巴沙尔给人们的印象是新一代的领袖,他热衷于互联网,并在推动国内反贪污行动中扮演积极角色。 外交方面巴沙尔说,中国是叙利亚亲密的朋友,表示序中在许多问题上,有着共同看法和立场,愿为双边关系的发展,奠定更坚实的基础。 线巴沙尔已婚,有一子一女,夫人阿斯玛·阿克拉斯·埃斯曼·埃克斯是一名英国出生的叙利亚阿拉伯人,一位心脏外科医生的女儿,妻子成为叙利亚第一夫人之后,她打破了传统叙利亚夫人周围的所有神秘感,大方的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,好评如潮。 她本人的威望也是逐渐升高,叙利亚发行2000年执行版纸币,首次印上了她的头像,见得民众对她的爱戴。